我在预览板件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比较让我很疑惑的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兜帽 还有背后这个兜帽 缩起来的时候 还有这个裤裆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软的软胶 手感还不错 然后就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地方 就是这次竟然在拼装里面给了布 但是呢 依然是像上次格里菲斯将军的那个布一样 就是一个五纺布 硬邦邦的 相对的那个厚度感觉薄了一点 可能造型感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兜帽和披风 不应该是同一个材质吗 所以呢 我还是有点担忧的 总之呢 我们就开始制作 好 这样就制作完成了 做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凯洛伦啊 造型并没有会因为两种材质的区分啊 会有太大的影响啊 然后这个布呢 就跟当时我们做格里菲斯将军一样嘛 披风就熬不了什么造型 整体的感觉还挺好的 具体为什么说好呢 就是因为我手上还有孩之宝和SHF的两款凯洛伦啊 天津者崛起版本的 这么一对比 这款万代拼装的这个版本反而还香了起来 具体的对比呢 我们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款凯洛伦最大的一个特色吧 就是这次的头盔啊 它是一个军裂的效果 然后从塑料的缝隙中呢 展现出了一个红色 头盔黑色的部分是完全不需要补色的 全部的红色都有分件 而银色面罩的地方呢 这个沟壑里面啊 还是没有给我们分件 还是需要去补一下颜色的 这个感觉呢 我在之前的RG新安卓上也看到了 当然那个金边是更好看的了 这款套件是怎么做到这个分色呢 就是表面的黑色 它有做好裂缝 然后内部的红色呢 它有凸起 这么一结合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可以说万代的这个出模工艺 真的是很精准 哦 顺带提一下 这次的面具表面的银色呢 我用的是军事新出的EX版本的超级银 来进行的一个马克比的补色 接着就来看看具体的这个观感和手感吧 头盔嘛 反正这个细致度是真的顶太赞了 披风和肩膀呢 也是一个材质的区分 而胸部的这个衣服啊 它是一个硬塑料 而裙摆的部分呢 又是个软胶 但是注意它们的雕刻呢 是保持一致的 但是材质上 你看这个光泽啊 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分的 但是不细看看不出来 到了披风的部分呢 这个兜帽的部分是个软胶 披风呢 又是一个无纺布 这个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并且呢 这个帽子呢 它是一个搭在上面的 给了一个兜帽展开的造型啊 通过替换 我们就可以把它安在人物的身上 兜帽安上以后呢 这个和头部之间的一个结合 这个角度啊 是真的很完美 就是这个造型啊 但是和无纺布的披风 这么放在一起一看啊 又很突兀 总之是有好有坏的一个表现吧 这就让我去探寻了 为什么这次的套件里出现了 这种比较突兀的材质对比呢 就是这次的AB板件呢 依然沿用的是上一次原力觉醒版的凯洛伦的套件啊 从板件的年代就可以看到是还是2016年的那个版本 自然我们老版本的凯洛伦的那些部件 比方说没有损坏的头盔啊 什么老的衣服啊 都还是有在的 只是这次呢 用不到而已 也可以通过衣服的这个质感对比啊 左侧呢 就是新款的天行者觉醒版本 右侧呢 就是一个更密集的原力觉醒的老版本的衣服啊 所以这次这个凯洛伦价格稍微贵了一点啊 我猜测可能这个钱就是出在这个老版件的零件上面了 这个多余的套件呢 也是要玩家来买单的嘛 这次的凯洛伦的光件呢 也是一个嵌套的样式 而且不但有一个普通状态的奸人啊 还有一个挥舞状态的 总之呢 还是蛮良心的 但是又不良心 因为可以用的剑柄只有一个 只能选择一种 毕竟还有补色嘛 你总不能说拆开再换光刃吧 并且这次光件的剑柄呢 我也是用银色来进行一个补色的 加了一点渗线液 这里的颜色呢 是模仿的官图啊 这个万代的官图就是一个深色的偏银色的效果 当然了 为了避嫌 上次格里夫子将军 我按官图图了四个银色的剑柄啊 就有口模档说我图的不对啊 这里呢 这个本身凯洛伦的剑柄是黑色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啊 把玩上 这个套件基本上来说 就是一个老板的凯洛伦的那个套件 脖子有一个双段的关节 然后肩部呢 有一个拉出的机构 而手臂的部分呢 也是一个双动的关节 注意到这里 可动范围是不是显得有点小呢 通过咔的一声 我们把稍微拉开来一点 然后就能实现一个完美的180度的可动了 而手腕的部分呢 几乎是零可动啊 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手感很差 反正几乎摆不出什么动作 跨部呢 有一个范围较小的下拉的活动空间 是专门做了关节的 这里手感非常的好 而腿部呢 有一个接近150度左右的双段关节的可动吧 而绝和这个暴风冰啊 反正一系列的星战拼装的绝呢 是一样的可动 接地性还是不错的 腰带的部分呢 也跟老板的凯乐伦一样啊 因为是同一个板件嘛 也有一个悬挂剑柄的装饰物 哦不对 装置吧 小蛮腰的背后呢 有一个遮盖的零件 我们把它拿掉以后呢 就能插上万代通用支架的这个头头了 这个卡榫 通过支架的辅助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动作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插入的这种支架啊 因为这样比较稳定 不是很喜欢那种夹子式的支架 这次新版的凯乐伦 因为它身上有很多软胶嘛 还记得我们家之前做过那个 DAS VEDA的EP6版本嘛 也是加了新的软胶 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啊 就是它比较沾灰沾毛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嘛 接着就是喜闻乐见的对比环节了 我手头呢 有这个星战万代拼装的凯乐伦 然后接着是孩之宝的六寸凯乐伦 然后再接着呢 就是万代的SHF线的凯乐伦 这三个凯乐伦呢 可以说是各有优劣啊 万代拼装的凯乐伦呢 造型优美 真的是优美 而且可动范围也挺好的 但是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材质上面啊 有一定的区分 而SHF的凯乐伦呢 手感真的是太赞了 而且它的这个材质呢 也是很统一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披风啊 为了能方便大家熬造型啊 实在是太粗了 就有点穿帮的感觉 而孩之宝的凯乐伦呢 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便宜啊 但是可动啊 或者是整体的这个手感呢 是很差的 总之这三款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啊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拼装经验的话 还是不要考虑万代拼装的这一款了 好呢 就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万代拼装的凯乐伦的版本呢 我一开始是充满焦虑和疑惑的 但是呢 没想到它的效果还行 可以说是一个真香的一个变化过程吧 如果感兴趣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移入的 毕竟万代的这个拼装啊 出膜的精细度是很高的 只是说它在这次的设计里面 是比较省料子省钱的 还是宝版本的凯乐伦呢 我们之前也有评测过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去搜索看一下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